你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新闻一开始看到中台卡努接近台湾 根据这路径预测 卡努周四一整天会慢速往昔 或者是滞留打转 预计周五凌晨才会逐渐的转向 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 坐证在了灾害应变中心表示 明天清晨将会是新北市最重要的关键时间 提醒市民要避免外出活动 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清晨 大概只有走50公里 那它现在是双眼强 所以它会摆荡得非常厉害 所以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慢 那明天清晨大概量的时候 它会是距离我们新北市比较近的时候 就是暴风泉碰到最多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 那预计呢这个很快的 可能在明天清晨 因为它开始慢慢走的时候 就会开始解除 所以路上警报 有机会在明天清晨开始解除 听取彭启明教授的气象分析 同步跟全市29行政区长 视讯连线 统计到记者截稿前 全市并没有重大灾情传出 多数是路数倾倒 电线掉落 目前也都已经排除完毕 按照我们的天气团队所做的研判 卡尔台风目前位在本市的东北方 大概是375公里的海面上 那目前看起来它是缓慢的 慢慢西转东北的方向在做移动 我们这一次最重要是强风 所以开始会有明显风雨 那从今天的中午到明天的清晨 是我们新北市最重要的关键时间 紧接着市长侯友仪 特别前往负责大阪桥地区 抽水任务的南载沟抽水站视察 水利局近几年特别编列了预算 针对老旧机组进行更新的作业 总共7个抽水站 一共24组机具 112年就投入了6亿5000万元经费 岸西的沿岸 我们的整个抽水机制 这个预测机制都已经检查完毕 那整个机制在运作才没有多大问题 所以特别跟大家报告无差 那我们想说如果这一次 有带来的好大雨 我们这预测机制可以增加更大的制防量 所以市区就不会吸烟水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把它做到更好 市长侯友仪提醒 这次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风好雨 还是不能小觑 尤其是近山区和低洼河岸环境 适逢大潮 容易造成积烟水 请民众避免外出 做好万全应应